阿媳妇 你到底会不会起啊 婆婆你就放心吧 小时候我妈经常拉着我去管街呢 那你路上慢一点 再问就回来 嗯 知道了 婆婆 小姐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你妈妈怎么没和你一起过来啊 阿姨 我 我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 这么远的路 你怎么自己跑过来了 手这么冰 衣服还穿这么少 走 跟姨姐来再说 小静啊 来 喝点乐茶弄弄收 好 这么远的路 你怎么就自己过来呢 你爸妈知道吗 阿姨 我没跟他们讲 之前我妈跟我说 我只要考到年级前商就给我买手机 可是成绩都出来这么久 她都不给我买 说现在就开始叫芝麻了 还骂我 天天就想着玩手机 我身边的朋友都有手机 就没有 我妈都不在乎我 嘿 我这妹妹也是 怎么可以对你说这些话呢 你考试成绩好 就应该表演一下呀 这样 你不是放寒假了吗 你就先在姨这边好好玩几天 好 谢谢阿姨 我现在也不想回去 好了 你人累了吧 先去房间里面休息一下 好 喂 二妹呀 小静早上跑到我这边来了 哈 我找了她半天 怎么跑你那了 真是激死我了 你马上喊她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她 二妹呀 你先别急 我都听小静说了 你呀 之前答应她的事就应该做到 姐 我真的是担心她拿了手机会影响成绩的吗 孩子现在刚好叛逆期 要正确的引导 你这样会给她带来负面的影响 哎 表妹这边有冰糖葫芦 我们来抽一下 小静 你看我抽上根了 真的 你好棒哦 谢谢老板 表妹 我们去上面玩吧 好 完了 上面好好看啊 好 开在阳光里 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 哇 好漂亮啊 久久能走到目的地 你上过了 我帮你拍照来 好 一二三 表妹 天快黑了 我们回去吧 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你也想念吗 不追不看 慢慢走回家 就这样去堵着年华 没牵挂 只有晚风轻浮着人家 啊 媳妇你们回来了 婆婆 你今天做这么多好吃的 哇 怎么还有这么多零食啊 嗯 你们快坐下来 小静啊 姨知道你喜欢吃鸡肉枕 特地为你做的 阿姨 谢谢你 嫂子 也谢谢你今天带我出去玩 让我心情好了很多 没事的表妹 我明天还带你去山上摘橘子 可甜了 好呀 我也好喜欢吃橘子呀 嗯 小静啊 来姨这边玩 我们随时都欢迎你 但是下次来记得要提前跟你爸妈说 不然他们会担心你 可是我妈她 小静 姨也跟你妈妈说了 要她尊重你的努力 其实她呀 是怕影响到你的学习 也是为了你好 你呀 也要体谅做父母的良苦愿心 是啊 表妹 哪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 嗯 我知道了 好啦 快吃吧 嗯 咦 真好吃 嗯 阿媳妇 你这一大早的急冲车要去哪里啊 婆婆 我哥过来看我 我赶着去接他 你哥不是一直都很忙吗 这次怎么有空过来啊 这次他可是特地来看我的 那你好歹也换身衣服再去 你这样子去接你哥 剩什么话 婆婆 我这一高兴到去出门就给忘了 那还不赶紧回去换 没事的婆婆 我哥不以这一只鞋 那我先走了 哎 哥 哥 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下 哥哥来看妹妹 还要提前联系吗 还有啊 就一年不见 你怎么一点形象都没有了 还不是因为你 我一点准备都没 你就是要过来偷地检查吗 我就是要看看我们家的小公主 是不是嫁给的幸福 那走吧 让你体验体验这边的乡村美好生活 哥 你看 这就是我们这边特产长寿命 我们这边鸟语花香可是什么东西都有 少吹牛啊 我倒要看看你把这跨的到底有多好 哥 你等着看 走吧 前面就到了 哥 小心 什么 哎呀 这是什么呀 哥 这是才到好运了 哎 什么好运了 真倒霉 好啦 哥 走啦 就在前面 哎 婆婆 我们回来了 双双哥 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我们啊 早就盼着你来呢 哎呀 我就不趁现在有空 来看一下我这个小妹 她在这边给你们添麻烦了 哎呀 双双很懂事 她帮了我不少的忙 快 阿媳妇带你哥进屋走 我去天里面摘点自家的水果 好的 婆婆 哦 对了 阿媳妇 早上鸟还没喂 你得要喂一下 嗯 小姐 阿 你婆婆平时来你做很多事情吗 哥 婆婆平时挺忙的 我能帮她上忙 大来要搬啦 哎 在家里爸妈都不舍得那你干活 这大好来这里还要喂鸟啊 哥 你想什么呢 我在这边很开心呢 哎 哥 快点来尝一下这个冬果 可好喝了 我什么好吃的没吃过 瞧你把它夸的 酸酸你为什么不吃呢 这可是婆婆这么为我做的鸭鲁汤 你别看这一小肯可不简单了 嗯 这个汤根本还是第一次喝 确实很不错 你婆婆还挺用心的 大舅哥 终于把你拍来了 我特地赶回来 还给你带来爱吃的海螺 晚上我们一起喝两瓶 阿峰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 那当然了 咱们一家来爱吃什么我都知道 你小子有心了 怪不得我妈回去一直夸你 阿峰 你是不是又给我买化妆品了 我看你里面化妆品快要完了 进入给你买了两瓶 还有这个月的工资和奖金 这么多呀 哥 你好久没抢我的手 我去做饭给你吃 算算 我进去帮你 哥 你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嗯 好 酸酸哥 这是我自家做的圣灵国 你尝尝看怎么样 嗯 你们这边特产还是挺多的 嗯 孩子们喜欢吃 我就自己做了一点 家里人都还好吧 嗯 都挺好的 从小大家都宠着山山 我还担心她嫁过来适应不了 孙孙子孩子心地善良 为人随和到哪里都遭了喜爱 那就好 这次来发现她成长了很多 肯定是你平时教导的好 也是她懂事 平日里搬了家里不少忙 不过你放心 我会把她当女儿一样疼爱 嗯 阿峰对她也是很体贴 双双家到你们家也是她的福分 俗话说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也是缘分 哥 虽然家到这边不是很富有 但是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这就是我要的幸福 傻丫头 你幸福就好了 阿峰 阿峰 阿峰